昨天这个时段我们和嘉宾谈过一只billybilly 今天和Michael想谈谈另一只短视频的股份快手 快手今天股价升5% 做71.65% 做直播电商 其实整个行业在内地整个电商生态圈里面 都特为移出的 本身是在做线上教育的新东方在线 以至近期也有做传统零售商国美电器 他都说要开发这个直播大货的业务 所以一些传统的大型电商京东 亚里都要变证参战一份 之前经历了双十一 刚刚也过了双十二 其实救密节的号召力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厉害 但这些电商平台在网络上的直播大货 依然都竞争得非常之白热化 麦阿里旗下的淘宝直播上个星期宣布 阿里巴巴是想着培育成二十万个直播平台的主持 以及根据不同的行业 再开发多达一万个这些直播平台的账户 很明显就是想抢占整个直播大货的市场 阿里巴巴都挺重处去投资培育自己的主持 去做这个行业 目标很明显是针对它的最大劲敌抖音和快手 兼且之前有曾经邀请到科技界的网媒名人 去帮他们做直播主持 是否行这个证明人效应 就可以比较容易打入这个市场 希望透过另外一些新的路线 去想占占市场 或者希望再进一步抗拨市占率 因为这方面也不得不去再想 阿里来说也要看回现在 第一没有以前的生态圈那麽多元化战 另一方面之前最煞食一些好像云的业务 又比起中二棟那些绿组电信箱 真的分了一杯羹 再想想新的业务 第一巩固现在的情况再进一步抗大 我想可能要想想新的招数出发 亦跟同业有些不同 所以可能会试试走路线市场是否受落 而快手其实面对着日后阿里的 一个强大竞争对手 杀入这个市场 都要迎接着这个挑战 快手自己其实电商那边的发展 它在第三季 线上营销服务 占整体收入比重是一半 但这个比例比起2021年的同期 比重已经有所下降 反而就是直播 和包括电商业务在内的其他服务 那边的收入比重是有所增长的 而其他服务更加收入 往年增加了三成九 是一个升得最大的业务分部 公司在第三季业务 还透露他们的电商商家 和他们买家的数量都有所增加 兼且重复买的比率也提升 所以整个商品交易总额 都是有所上升的 快手现在电商业务的收入基数 比较低些 占比都是11%左右 是否代表公司 2025年 它希望在直播电商市场 市场份额都可以上升到20% 代表未来 它也应该起码有倍的增长空间 望是这样望 一定有做预估的情况 但我想要看他们的两件事 第一 推动客户的中程度 第二 以往大家都想到 这些游戏 或者其他节目 现在这件事再加强 第一 客户底子 是否年轻人为主 但他们的消费量 或者压度 会否相对地提升 反而 阿里这件事 相对地自己也是老大哥 我想业务的种类 都比较阔 甚至有机构客户 也有零售客户 但快手来说 我自己的感觉 或者推动来说 都是比较上 可能是新一代多些 他们真的要 反而是量方面 会增加多些 或者是推动来说 才可以将整体的份额 推升到较显著的定位 如果我们刚刚比较完 阿里和快手 他们各自本身擅长 一个是电商 即是阿里 快手本身擅长直播 互相踩入对方的市场领域 究竟是本身擅长电商 阿里会赢 还是本身擅长直播的快手 可以带货 我觉得最终 电商如果真的推动到 可以做到的效益是大些的 但我不知道 大家突然间突发其想 会否调回两个合作 也不知道会否去做 因为有强强联手 大家可能各自 我觉得这反而是有突破 但如果真的各自做来说 因为直播来说 始终在这方面 要看流览群各方面的推动 但在品种上 或者服务上 能不能够配合到 始终阿里这方面的 系统或者做物流 仍然是一样 这方面是比较完善 这会是占优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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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 您的联系 Brush